短扁单,长扁单比短扁单,长半扁单,短扁单比长扁单,短半扁单 长扁单,短扁单,你们说话都在这里 把声音引出来,引蛇出动 不要引狼入室,要出动 长扁单,短扁单,预备,去 长扁单,短扁单,长扁单比短扁单,长半扁单 短扁单比长扁单,短扁单 你们把声音要说到你们的头顶上这个地方 30公分以外 长扁单,短扁单,长扁单在这里 把声音逼到梁山上 长扁单,短扁单,长扁单比短扁单,长半扁单 短扁单比长扁单短扁单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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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个手指 扁的长 板凳宽 一拜七 扁的长 板凳宽 扁的没有板凳宽 板凳没有 扁的长 扁的绑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的绑在板凳上 扁的非要扁的绑在板凳上 你这样说话的嗓子就对了 你看我现在知道你生意送出来 最迟了要送到这里 慢慢上到底墙上的这里 最少要说出来 你现在都闷到口腔里 就在嗓子里 你现在说这点嗓子就不压力 你一个人念 扁的长 板凳宽 扁的没有板凳宽 板凳没有扁的长 扁的绑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的绑在板凳上 扁的非要扁的绑在板凳上 你现在进步非常大 你听见没有 生意戳出来了 你说一遍我听听 扁的长板凳宽一拜 不是 扁的长板凳宽就这个 一拜 切 扁的长板凳宽 扁的没有板凳宽 板凳没有扁的长 扁的绑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的绑在板凳上 扁的非要扁的绑在板凳上 好多了 再往前上 再往前上 上上 是上扁担不让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是上上上雪不是上上上上 是上上上往上走 上上上上是上 后鼻腔 后鼻腔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往墙走 至少要缩到后鼻腔 要用鼻腔同理 至少这个点永远只要一开口 这个点永远有 这个点 后鼻腔一定会有 没有鼻腔就没有头腔 这是头腔 第一腔 知道吗 一定有 第三个 南门外有个面部面冲男 预备去 南门外有个面部面冲男 面部门上挂着个蓝部棉帆的脸 挂上了面部门上蓝部棉帆的脸 瞧了瞧 面部门还是面冲男 在下面部门上蓝部棉帆的脸 瞧了瞧 面部门还是面冲男 不错 你们现在把声音都说出来了 再往往说 到这里 现在在这里了 在嘴巴这了 开机 弹起来 在这里 这段 这段 你说到鼻腔 说到鼻腔什么感觉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叫来炖我的炖动豆腐 你不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别假冲我说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不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动豆腐 在这里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这样 哽着脖子 就是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是不要在这说话 刚才前头三条 你会炖我的 说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再高一点 你会炖我的 看到没有 现在刚刚错误到这儿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来炖我的炖动豆腐 这是三场的说话 好 现在嘴唇说话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来炖我的炖动豆腐 这也很累 在这里 我现在要讲你说到这儿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来炖我的炖动豆腐 哼哼哼 像鼻涕 哼哼哼哼 像鼻涕的感觉 现在把它说到 最后的最高级是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来炖我的炖动豆腐 你不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别假冲 我说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活炖乱炖炖炖我的炖动豆腐 是 同样 我们把它翻成四个 错误的先不要学了 好了 不要说了 现在是嘴皮子 我现在要求你要中题版 用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就来炖我的炖的声音 拿眼睛看着声音说话 你会炖我的炖动豆腐 一拜 去 你会炖我的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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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右生班就位上来说这 山前有个吹粗腿 山后有个吹腿粗 预备 看着第五段 预备 山前有个吹粗腿 山后有个吹腿粗 两人山前来比腿 吹粗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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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粗的腿粗 吹粗腿 吹粗的腿粗 还是吹粗粗的腿粗 有没有讲解 这个叫聪门嘛 我们从这里吸进去的去 山前有个吹粗腿 山后有个吹 腿粗 二人山前来比腿 你看听没有 听到我的声音是从这里出来的 吹粗腿说 吹粗腿说 粗腿的粗腿 吹腿粗说 腿粗的腿粗 一定要从这里说 听到没有 现在开始我们要说最高境界了 一次就要到位 山前有个吹粗腿 山后有个吹腿粗 听得到我吹这里说出来吗 气从这里吸 声音都从这里说 二人山前来比腿 吹吹粗 吹腿粗说 腿粗的腿粗 吹粗 第二声说 吹腿粗说 腿粗的腿粗 这样 腿粗出腿 粗腿腿粗 这样说 嗯嗯嗯嗯 记着 把嘴巴按到这里 山前有个 預備 去 山前有个吹粗腿 山后有个吹腿粗 二人山前来比腿 吹粗腿说 粗腿的粗腿 这里说 吹粗粗说 腿粗的腿粗 不知道是 吹粗腿的粗腿 还是 吹嘴翡粗的腿粗 吹腿粗的腿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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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粗就进了 哈哈哈哈 嘻哈嘻哈 又来了 好最后一个 四是四 十是十一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十一杯 去 四十四 十四 十四 往下说啊 四十是四十 四十四 十四十 这十不是十四 孙世主是事实 在这间当中是事实 声音又出来了 尤其你两位是不是出来了 没有一个人让你把声音送出来 用什么送 用感情去送 用气去送 用共鸣腔去送 这三个地方 以气代声 以情代声 以字代声 声情并段 这就是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四种方法 用气把声音带出来 用字把声音带出来 不管是拉丁文 意大利文还是汉文 还是客家化 还是闵南化 是用字把声音带出来 用感情去把大家带出来 用激情 说话要激动 要兴奋 不管说话唱歌要兴奋起来 把自己兴奋起来 你才能感染别人吧 你自己枯燥了脸 你怎么能让别人呢 入洞房就是入洞房 哪怕被骗了也入洞房 高高兴兴的 入完洞房 那么再闹离婚都可以 因为这么说来宾吧 对不对 你不能给他弄得很难看 就是要用这样说话 以气来生 以字带生 以情带生 生情并茂 大家说一遍 预备 以气带生 以字带生 以情 生情并茂 生的情要同时都要发展出来 你光有情没有生也不行 光有生没有情也不行 要是十四十六个字 四四一十六 用气把声音 用什么气 叹气 以字 不管你是咬的哪个蚊子 都要去把字咬 字正才强缘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不要四个十不分 吃吃吃吃吃吃吃不分 对不对 我们今天语言训练 咬子要用嘴皮 我们现在说了三个地方松 就是下巴松 舌头松 把舌头出来 我看看 不要人为的舔盘子 我看你这么说 动 哈哈哈哈 你那是懒狗的嘴巴 你看你来看看他 动 动 你动 这是我们船长的 动 船长 先放你了 对 再伸长一下就好了 哎 看见没有 是 是我们的舌头不要动 是头在动 是拿舌头打两个嘴角 不要拿舌头主动在舔弯 这主动就不对 下巴要松要横向 这是两个地方松了 下巴松 舌头松 嚎头松 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还不够下 嚎头要下降 有没有撑伞打伞了没有 伞打开了没有 你今天这堂课就是改变你的胸直呼吸 你下次就还穿这件衣服 都能看得出来 越明显都看出来了 他可以打碰碰 他看不出来 真白症 这个衣服他流眼泪你知道 他在为你呼气 往后起